歡迎收看 醫師好辣 現在另外一位帥哥美女 好辣軍團 吃對食物擺脫疾病 今天好辣醫師團要來介紹 2019最新發掘的超級食物 好辣軍團如何挑對東西 吃出健康呢 吃對食物擺脫疾病 好辣醫師團 好辣醫師團 對 做了這個節目之後 通常要量血壓 血糖 我覺得身體反應很奧妙 它隨時會告訴我們 如果你血壓稍微高一點 你去跑跑步運動兩三天 它就會降下來 是 可是也不能過度的曬太陽 像那天我的高溫三十八度 我從中午十二點開始錄影 不得了 站出去十分鐘 高雄喔 後來中醫院把我們也說 你這個曬到已經有點過頭 因為曬得很嚴重 當天我血壓一涼 馬上不要高 曬得也會高溫對不對 會... 一百 我說奇怪 後來第二天量變一百二十七 又站起來 就睡一覺之後 睡一覺之後 所以你看身體多奧妙 還有呢 你如果說 有時候血糖稍微高一點 你就說 因為最近過六十大壽 吃太多 吃太多 前一個禮拜就一直在慶生 對 蛋糕不要吃了多少 血糖一定會高 對 所以身體的奧妙 你到底要怎麼吃 怎麼樣維護你身體 調整你的健康 這是非常重要的 是的 所以我們要先來看 三高好可怕 判斷標準你知道嗎 很多人連血壓都不涼 他怎麼會知道呢 對 所以今天就要來考考大家 有看到我們三個 大家應該都有一些表格 麻煩把它填上去 最新喔 最新喔 美國最新的標準 記得高鞋子是總膽固醇喔 要選總膽固醇 總膽固醇 然後高鞋糖是指空腹八小時的 高鞋糖 是誰會知道啊 你 姿佑姐應該要知道吧 每一次都會問嗎 我只知道紅色跟黑色的字而已 真的喔 我們只知道 它是紅色跟黑的而已啊 好了...黑色吧 OK囉 要亮版了 要舉手囉 這個問我三個標準 因為我們每天那個醫師交談的嘛 對 這是美國醫學 最近公布的啦 看一下 對 就是我們過去寫是 90的130嘛 對 還有160 130 你幹嘛把自己的寫出來 是身高嗎 你們為什麼要寫自己的 等一下 你一百就一百八 差不多啦 我沒有概念 不曉得是什麼 二十七喔 不是 光他太年輕了 這個真的要過五十幾呢 二十七 朱小姐妳寫了一百五跟一百一啊 對 這個也偏高了耶 短固醇兩百五兩位過高了 學糖一百 一百一下 一百一下就好 高鞋子先嘛是不是 沒有啦 高鞋子先嘛 高鞋子先嘛 是不是 沒有啦 高鞋子 我哪有問題啦 是一百三到八十中間 可是我們講一百三 你們醫師就說不行 要一百二十 一百三到八十是那個 現在二零一七最新版的 就是以前 就是他直接定案一百三 就跟八十以上 是第一期高學一樣 然後舊的這種 一百四九十以上 就第二期了 所以我今天 那瓜哥的一百二到一百三 就是前期 高學在前期 可是我今天早上量是 一百二十七的八十 我今天如果這樣工作 這樣一整天對不對 回去量它又變高了喔 會 會 會 血壓會變化這麼快 對 一整天 一整天的情緒啊 你如果生氣也會高 對 熬夜也會高 第二個 兩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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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百二十七耶 二十七是什麼 DMI不好 二十七算少 你兩百二十七的話 你也不會在這裡 請教一下 請教一下 如果人家膽固醇二十七 會有沒有問題 驗食症 驗食症 早就不存在 驗不量啊 已經不存在了對不對 這樣會死掉了嗎 因為膽固醇是我們體驗很多 荷爾蒙的源頭 對啊 這個太低了 如果二十七大概是躺在那邊說 就超大屁股 不是 因為我每次驗膽固醇 沒有一次是黑字的 所以我從來都不想看到它 真的喔 好像是紅字啊 每一次都報告 沒關係 大家記一下 怎麼膽固醇兩百年 它有混好的不好的 對 不好的膽固醇最好是 有問題的病人 有三個 其他的 心血管疾病 我們希望是一百以下 其實甚至現在 我們就希望七十以下 你就好 不好的啦 我們講低密度那一個 不好的 我記得不好多一百多耶 對 正常就好是一百三以下啦 對 來 接下來 一百二十六 高血糖 血糖 瓜哥還滿厲害 這心血的 你應該量啊 我現在還每天 早上會起來喝那個秋葵 他這個降血糖很用 你把它放在那邊 明天它會變成 比例狀的有沒有 你拿來加水喝 他明明這樣黏稠狀 你為什麼要把它講低 對啊 講低 這樣很噁心耶 所以這個 因為我每天都在量 對 但膽固醇我沒辦法 這兩個我都在量 要控制一下血糖 大家清楚了 看清楚了 記得喔 標準答案喔 你知道台灣有多少人 有高血壓嗎 超多 照最近的統計來講的話 快有三百多萬人 有高血壓的問題 不少喔 台灣才兩千三百萬人 三百萬人有高血壓 有多少人不知道 自己有高血壓 據統計有三分之一 到一半的人 自己真的不知道 自己有高血壓 還有很多人 沒量過的這一輩子 對 所以其實我們都會建議 說18歲以上 你最少一年 要量一次血壓 所以當病的時候 會量血壓嘛 精神 精兵體檢的時候 會量血壓 對 或者你到學校 大學入學 也會幫你量血壓做體檢 這些學會有一個建議什麼 就是一個禮拜七天嘛 早晚起床的時候量一次 大部分建議吃完早餐 休息個五到十分鐘去量 另外一個第二次的話 就是在晚上睡覺前 或者你吃完晚餐 做休息半個小時再去量 兩次平均起來 如果真的超標的話 超過一百三八十 你就要很注意 搞不好要開始找醫生看看 還有沒有其他的代謝問題 因為高血壓不會是單單一個問題產生 雖然我們講台灣的十大死亡原因裡面 找不到高血壓 可是跟高血壓有關的 第二名 心血管 第四名 腦血管 還有一個腎臟 第九名還怎麼樣 所以這三個都是跟高血壓有關係 所以你沒有量過的話 還是要回去量 前一陣子有看到一個病人 三十幾歲 你來看我們嘴唇很簡單 他說脖子痠痛 肩頸很硬 長期打電腦 工程師 他說一天可能工作十幾個小時 他說硬到的程度有時候會頭暈 那你家族裡面有沒有高血壓 等等那一些 他說有 他說他爸其實有高血壓 爺爺有高血壓 我們量一次血壓看看好了 他就量 一量 這麼高 對 重量到180 低的好像100 也是100出頭 他說以前有沒有量過血壓 他說有 其實公司福利不錯 每天都有體檢 每天都有量一次血壓 就跟他講 你就回去量七天的血壓 每天量兩次 他順便幫他抽一下血壓 膽固醇那些全部 他們幫他驗一下 他脖子痛 其實就一些症狀控制就好了 一個禮拜回來之後 他血壓 平均起來是150幾 力壓也差不多快100 然後抽血報告回來了 膽固醇300多 然後三酸甘酷脂 也是還有200多 他的低密度膽固醇 也是200多 我想說 你低密度膽固醇 比我的腫膽固醇還高 他就說 我說以前體檢的時候 有異常嗎 他說有啊 還是那一點點 醫生跟他講說 年輕人多運動就好了 飲食要控制 我說你有沒有飲食控制運動 我說我一天工作十幾個小時 怎麼可能會有時間運動 吃東西隨便吃 因為真的沒時間去挑 真的比較健康 我說把它轉這些給營養師 請營養師跟他講說 什麼東西不能吃 跟他講怎麼去做運動 然後當然最重要 還是要繼續量血壓 開始開血壓藥給他 好不容易 九個月後 血壓都慢慢下來 膽固醇那些都OK 還好他糖化血測素 血糖沒有高 不然他真的是三高都有了 我自己也是一樣 然後最近老婆 一直強迫我 開始要吃雞胸肉 可是我是覺得 飲食是一樣 最重要是什麼 就是運動 對 運動是最重要的 包含對你的血壓 對你的心肺功能 對你的精神等等那些 再累你還是要去跑一下步 這樣真的會比較好 對 我昨天這個一個觀眾就來 他還特別強調他 他還挑戰那個單槓 我說你為什麼會運動 他說因為醫師 判定我高血壓 我吃了幾個月藥 我發現我不要吃藥 我自己把藥斷了 我就開始運動 這兩年來 我沒有吃過一次藥 我說可是你也不能自己斷藥 你運動不運動 醫師可以幫你減藥 對 平藥這個動作是比較危險的 對 平藥動作還是要跟醫生討論 對 因為你吃的 你為什麼血壓會控制好 是因為我有給你藥 這邊還要澄清一個觀念 其實以前的很多人會講說 隨著你的血壓的控制目標 隨著你的年齡會往上 我最近的 有別人問我說 是不是80再加年齡 或者82再加年齡 是你的那個 血壓的控制目標 其實真的沒有 我們希望的目標 12080是很標準的 至於說什麼叫低血壓 其實很多女生量的血壓 說說大概90幾 其實不會有什麼不舒服 你有高血壓 你的血壓要 你的血壓降到一百零幾 可是你只要 你沒有什麼不舒服 頭暈的症狀 其實那個血壓是OK的 不用太擔心 我血壓一直都五十幾 我也是 低壓吧 這麼低的都會都低血壓 高的呢 高的呢 高有大概90左右 原則上 如果你血壓大概90幾以上 像一百以下 你沒有什麼 頭暈不舒服 或者運動上面 沒有什麼特別的限制來講的話 其實不見得需要吃藥 對 低血壓 真的要限 然後五十幾算 正常喔 然後偶爾會四十幾 然後醫院都會覺得量錯說 你剛動了 四十幾量錯 我說沒有就這樣 所以都會量兩次 才會確定 對 才會確定 我之前胖的時候也是很低啊 所以你會有興奮高潮嗎 哪方面 就是開心做什麼 會 會 可是很容易頭暈 真的嗎 低血壓會頭暈 會啊 低血壓太低 你可能彎個腰撿的東西 你就頭就有點暈 就是自態性低血壓那一種 我一直聽到五十幾的耶 對 可是其實很多女生 尤其是瘦小的女生 還滿常見的 但是不要太高興 因為我們五十歲 停經之後 我們的雄性荷爾蒙會比較多 女性荷爾蒙比較低的時候 我們就會有高血壓 更年期之後 其實很多的症狀會出現 那我自己的媽媽 我媽媽很瘦 我媽媽一直以來都比我瘦 大概一半 但是她從我年輕的時候 我就常聽她 講說她膽固醇過高 那我們就想 所以她只要一聽到 醫院抽血膽固醇過高回來 她就吃得更輕膽 可是有時候是 這個是家族的 對 但是 因為你有時候跟她講 她聽不懂你知道嗎 然後一直到她前一陣子 因為更年期 她就覺得說 可能是更年期 自己人不舒服這樣 又去驗 又是膽固醇很高 而且連驗了好幾次 後來醫生現在她給她開藥吃 奇怪 也不吃那麼多油膩的東西 對 然後全家大家都吃得 比她油膩好幾倍 但是就她膽固醇最高 是喔 然後他們後來有查出 她可能就是基因上 就是先天的 先天的基因 所以她現在開始吃藥控制 但是現在 因為這樣是不是就會有遺傳 那不一定 像我媽就是高膽固醇的基因 像我就高膽固醇 然後但是我哥像她 100公斤 但是她膽固醇很正常 好恐怖喔 對啊 對啊 這真的很難分耶 真的好為難喔 但是公不公平 你都要了解你身體的狀況 對 所以 有 所以我現在在即將要進入更年期的時候 不一定會遺傳到你 所以我 但是我還是要先做主準備 我很怕它會發 你知道嗎 所以我其實一直以來 我最近已經開始改變我的飲食 吃了 把蛋白質量提高 然後肉類減少 紅肉減少 然後纖維質整個提高 那我有發現一個很好的東西 就是牛棒 因為牛棒我聽說它 對血壓血脂 其實都是很好的 而且男生吃牛棒 其實也對他的身體狀況也很好 所以我就常常炒牛棒或者煮湯 甚至於有時候夏天 我把它煮一鍋牛棒水 就像牛棒茶一樣 冰起來喝 其實也很好 那你很忙耶 你行不行的概念 他也有行不行的概念 日本人 日本人只要太太上桌 你是牛棒 就是暗示的意思 先生就 對 就太夭頭了 可是我還是要 我們只是希望他多吃一點 你剛剛牛起點煮湯 牛棒早在 牛棒 這是暗示的 幹嘛去要小亮哥的命 我還是要提醒姿佑姐 就是牛棒它是屬於 跟其他蔬菜比較起來 它的澱粉量 至少有比較高一點的 旁邊的澱粉量 但是它也是跟 當然跟白米飯 跟麵條 麵包比較起來 當然牛棒還是比較好 但是還是要注意量 如果你每一餐 或每一盤菜裡面都有 我還是要注意它的一個 沒有每一盤 煮湯 清蒸 炒大 煮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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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燉個湯跟煮個茶而已 不要這樣 真的 媽媽小亮哥最近眼色 不是嗎 身體很軌 我是直播主 然後我前一陣子就是 很常頭痛 頭暈 然後會一直睡著 然後一直起不來 然後 起不來 對 然後後來就是有 感冒了兩個月 就是快好了 又還沒好 快好了又還沒好 然後我媽那時候 就覺得很嚴重 她就說一定要去健康檢查 可是因為我一直來 都沒有做過健康檢查 然後我就去做了檢查之後 出來之後 醫生就跟我說 我總檔骨醇太高 兩百六十幾 這麼高 妳那麼瘦 妳都吃什麼食物啊 對 然後醫生就問我說 我都吃什麼 我就說 因為我吃很少 可是 前輸雞炸雞 我就常常挑肉吃 對 然後我就沒有什麼 在吃澱粉 蔬菜 而且我超級不愛喝水 我早上起來就可能就是 喝什麼紅茶拿鐵 就買飲料那種 不行 也是耶 那整個內臟都很肥吧 對 這麼瘦兩百五十七 對啊 然後後來醫生就說 還要運動 就跟剛剛陳醫生講的一樣 他說你一定要運動 然後因為我真的是 從小就不愛動 可是我現在就是 早上起來一定會喝一杯 很大杯的溫開水 然後一個禮拜逼自己 有一天只吃蔬菜水果 就那天不可以碰到肉 自己逼一天喔 逼一天 對 那叫逼 妳應該說逼自己 一個禮拜吃一天肉 對啊 不能真的 六片青菜 六片青菜 對 你不用那麼偏僱 不是 你要反過來 不是說逼自己 一個禮拜吃一天青菜 他等於沒吃什麼 他從一天開始嘛 兩天三天 對... 我現在有開始 我後來吃菜之後 發現菜其實滿好吃的 是 我就開始每天都覺得 終於發現 這個應該買菜好了 是 乖一點 我們希望下次還能看到 也奉勸大家很多 其實有滿多這樣 有的不吃青菜的 年輕人很多 對 有不是水果的 有專吃肉的 膽固醇真的是不分胖瘦 不分年齡 就像剛才 我們提到 這麼年輕的膽固醇 怎麼會這麼高 那當然的確 我們剛剛講 70%的膽固醇 是可能跟自體合成 但是的確有30% 是我們吃進來的 那當然的確 我們有些食物 也會間接的 調控我們的膽固醇 今天跟大家分享的 這個超級食物 叫做 其實它在歐美 非常非常紅 它不是一個很特殊的 一個蔬菜 但在台灣可能大家 對它還滿陌生的 其實雨衣感染 有些研究發現 它具有 調控我們膽固醇的作用 主要的原因 是因為它裡面的 一個纖維 這個纖維 可以跟我們的 腸道的膽汁結合 膽汁其實是消化 乳化我們食物中 脂肪跟膽固醇 非常重要的一個物質 那當然纖維 跟這個膽汁結合之後 就會間接的減少 飲食中脂肪 跟膽固醇的吸收率 那除了這個之外 當我們的膽汁 跟這個纖維結合之後 就必須要利用 我們內生性的膽固醇 再重新合成膽汁 所以不論是食物裡面的膽固醇 或者是體內的膽固醇 都可以獲得一些調整 它吃起來滿像海苔的 很像海苔 對 米炸的 是用烤的 烤的嗎 對 跟大家分享就是 什麼口感 其實它的方法很簡單 它就是你把它洗乾淨之後 然後擦乾 然後塗一點 然後灑一點胡椒粉 其實灑的味道就看個人 有些人喜歡灑一些七味粉 或者是有些大賣場 會賣一些已經調味好的粉 或者是單純的胡椒粉也可以 然後放到烤箱裡面 烤160到180度烤十分鐘 那我們可以烤一包的 像看電影這樣 對 這就是我講的 你就一次烤一大包 放在那個夾鏈袋裡面 對 那可能你晚餐飯後 或者是追劇的時候嘴餐 那你就可以拿一點出來吃 取代海苔 好好吃 這是滿好吃的耶 對 那除了這個之外 其實雨衣感染裡面 它還有一些成分 維生素A C E 還有我們現在護原的葉黃素 含量都有 然後再加上對於現代人 很重要的一些護乾的 蘿蔔硫素 其實在裡面也有 所以其實對身體的一個好處 或者是幫助 其實是滿多元化的 但是我還是要強調 這個雨衣感染 其實它沒有很好買 一般在大賣場才會有 如果你在傳統的市場 比較買不到 其實那個 大家講到醬膽固醇 就會想到那個 對 醬膽固醇 那我媽也是這樣 我剛剛提到她就 本身就高膽固醇 她就狂吃那個麥片 結果一點醬都沒有 本來越來越高 場子很醜 為什麼 其實這個麥片 假設你吃錯的話 膽固醇會變高 而且你會變胖 就是那麥片 其實燕麥片 它有分兩種 一種是就是 你買來要煮 15 20分鐘才能吃的 這種才有效 因為這種 它會在場子裡面 形成就是一種 叫做我們叫Beta的這種 蒲聚糖 那它會跟這個 食物的膽固醇結合 所以它會降膽固醇 然後這個也可以幫助消化 而且這個比較困難吸收 它算是比較好的澱粉 像是蒸地瓜這一種的澱粉 我們說好的澱粉 就是你吃下去 血糖變動比較低的 就是低GI的 所以你應該去傳統市場 或買那個番薯 回來吃什麼 對 那個地瓜變 如果用烤的 它會變成高生糖的 那個不好的澱粉 所以要用蒸的 或者是把地瓜 放在冰箱裡面 冰性的冰化 沒錯 冰正也算 然後連皮吃也好 連皮吃的區別 我們都覺得 在日本如果買那個烤地瓜 烤地瓜很香 好甜喔 對... 它就會變轉糖化 然後它就會變成 這個高生糖的 難怪每次 烤地瓜覺得比較甜 對 然後你那種快充的燕麥 它就是會變成壞澱粉 因為它是這種 原本的這個麥 它去壓碎 然後去烘烤 甚至還有加一些果乾 所以你可以加水 它就會軟掉了 那你吃下去 其實它的這個 生糖指數有研究 它就是跟白飯 麵包這些是差不多 就好像那個茶葉 你一定要用茶葉去泡出來 對... 才有什麼兒茶數 對... 你如果要吃燕麥 來降膽固醇的話 要吃這一種 它需要煮的 要自己煮 對... 其實我這禮拜有開一個 這個主動脈玻璃的 那一打開的時候 它的大動脈 已經破一個洞了 然後所以它整個心臟 裡面都是血 那很痛 那這個病 那個病人才49歲 他是一個工廠小開 然後就說 那你血壓都沒控制嗎 因為他來急診用血壓兩百多 他說 那就是剛剛瓜哥講的 就是很正確 就是我們 你高血壓 不然你就不要吃藥 如果你吃藥 你就要一直吃 你不能有一餐沒一餐 因為你吃的時候 它降下來 然後你不吃它又高上去 所以它就會對血管等於算是 造成傷害 這樣重拳的感覺 那所以它就會 它就是這樣子 在它的這個動脈血管裡面 撕裂了一個裂口 好嚴重 對 所以 那它為什麼血壓那麼高 我就問他說 那你平常是不是都吃很鹹 因為血壓跟這個鹽分很有關係 他說沒有 他說我們台南就是很流行 那個牛肉湯 那牛肉湯就是湯 然後肉丟進去 所以其實它沒有什麼鹽巴 但是那個牛肉湯為什麼有名 因為每一間那個醬料都不太一樣 他們都有這種 沾那個醬 對… 他們都會拿那個來淋飯 然後那個肉就這樣子一直沾 所以 所以其實有的人 他覺得他沒有用很多鹽來調味 但是其實他吃了很多沾醬 那個沾醬裡面的鹽分也非常高 是 我就告訴你 會有什麼問題 你血壓一直處於這麼高 你的心血管就變很脆了 對 就中風了 你知道嗎 所以為什麼要去控制血壓 就像他講的 你血壓要吃這樣這樣下來 你沒有不舒服沒錯 可是你一直這樣流量這樣沖 180的流量 190的流量 你的血管會沖得快變脆管 但我覺得現在一定很多人 他一定不覺得他有高血管 對… 很多人是不承認自己有 他沒有不舒服 對… 平常要保固好 等於你超過這個界線的時候 你會很累 就千萬不要生病 生病什麼 防到病變 可是你要趁這裡 可能關卡還沒過之前 守住這道關卡 才是最穩當的 對 守住房間 有一天有一個 30歲的男生來 然後他就是 看起來就是從健身房來的 然後他說胸痛 其實我們急診 你說胸痛來到急診 大概10個 有9個都不是 真的心肌梗塞 所以我一看 又流汗 然後那個肌肉又覺得 我都覺得我多看 我都覺得不太好意思 這樣子 就是練得真的很好 結果那時候 護理師就把他衣服拉起來 開始做心電圖 然後我在看 這個肌肉真的是的時候 或者是說天 你看一下心電圖 真的有異常 分心 我跟他拉回來分心 真的是心肌梗塞 心肌缺氧 我現在跳了30歲 而且我認為他應該不是 然後又運動 健身做得很好 結果那時候趕快找心臟科醫師 那時候就看一下他前面減傷 唯一有異常 就是他的血壓是高的 190 我本來認為是說 他從健身房過來 比較高一點點 比較高一點點 結果他從在急診 一直到要去做心導管 還是190 還是都是那麼高 然後那時候就是 住院的時候就做 發現他居然30歲 三條有兩條有問題 他很快就要去找他們 外科報到要做到 原來練成這樣也會肚子 而且那麼年輕 對 因為他沒有注意到他的血壓 對 他血壓是高的 所以那時候就是 從飲食來看 就才發現 他真的是很努力在 讓自己身形非常的美好 然後他想要去做運動教練 健身教練這個工作 他也很愛運動 但是他是用 加上他從美國 就是有人從美國帶回來 說是要 他說這是高蛋白的肌肉 對 可是去查一下 其實不是高蛋白 裡面是雄性賀爾蒙 對 健身房 其實就是 對 就是雄性賀爾蒙 那個練很快 吃那個練很快 真的喔 他想要突破自己 對 所以 可是他不知道 所以 可是這雄性賀爾蒙 就讓他有三高的問題 尤其是血壓很高 所以其實說 譬如說像我們這樣三個 大家都一定知道 我們三個誰最有可能 心機梗賽 就他們兩個嘛 妳可以嗎 因為我們好像是這樣子 沒有比較開心 因為雄性賀爾蒙 但是我們女生 停經了之後 相對我們的雄性賀爾蒙 就高起來了 然後實現 所以我們停經之後 血壓什麼都會跑出來 對 所以他就是提早 把他的雄性賀爾蒙 爆衝 然後他提早就 對 要開始吃藥 然後我們還要請他把那個 他說的高蛋白硬體 然後戒掉 他很傷心 我說你再這樣下去 你真的就是 可能後面就要繞到手術了 而且你知道嗎 一住院那個肌肉會消掉的 對 當然 對 消掉 對 消掉 對 結果肌肉沒練成一身病 你看看 可是現在好多年輕人 都在喝那個東西 那其實很危險的 單純高蛋白是安全的 但是他們像練這麼大塊 他們一定會吃搞固酮 對 不一樣的 那有的他會打一些 合成類固醇的症 那有的他還會 他會 他會 在練之前會吃那個 就是他會讓血壓升高 他們會比較有力氣 所以這樣子吃感覺 本來是想要讓自己變健康 結果因為吃那感覺 他沒有健康 他只是想要吸引更多妹 看他 你看 真的 重點是這樣 真的 我都分心了 我都分心了 你看 因為我自己也有在做重訓 我很怕說我不知道這些東西 然後突然買到 就吃了 你不用買 你練重訓的目的是為什麼 增強肌肉 對啊 那你就練你肌肉就好嗎 其實在他剛剛講的高蛋白 它其實是為了補充蛋白質用的 所以我們從原型的食物 也可以去搜尋到 有很多的肉類都有 然後我先講回一個正題就是 如果它調整血壓 它有一個超級食物就是 奇牙籽 奇牙籽 它其實富含了Omega 3的脂肪酸 很多吃素的民眾 他沒有辦法攝取魚油 所以我就建議說 你可以吃這個奇牙籽 它的Omega 3脂肪酸 它具有那個 使我們的血管有沒有 彈性比較好 所以它血液流通也會比較好 可以間接的降低我們的一個血壓 它在我們的 調節膽固醇 都有比較好的功效 這個有牛奶 火龍果的感覺 有加牛奶 這邊的話它是 奇牙籽加上火龍果 還有牛奶跟蜂蜜 加上牛奶跟蜂蜜 主要是它可以調味道 很多人會不敢吃 而且吃那個籽 好像有點吃那個粉圓的感覺 對 很像那個三粉圓 對 但在吃這個要注意就是 它必須要先泡10分鐘 用冷水去泡10分鐘 然後不要用熱水 不然它的營養素很容易 會被流失 會被破壞掉 如果吃太多的話 你的胃部水分會被吸收掉 這個時候記得要多喝水 不然很容易便祕 可是奇牙籽 我可以講一下嗎 奇牙籽有一個問題就是 我有一陣子知道它很好 那我就每天泡一大壺 就一直喝 可是喝三片之後我就過敏了 過敏 因為我後來發現它是一個種子 菅果嗎 它是一個花的種子 所以其實可能會過敏 所以其實可能會過敏 對 蔬花草 然後就是不可以亂喝 你其實就喝適量就好 那其實在我們台灣 真的是水果都很好吃很甜 那其實像我們 簡中門診學生 他們都說很喜歡吃水果 我們就會建議大家說 水果其實還是不要多吃 因為它其實糖分是很高 都是單糖 那我有一個學生 他四十幾歲 他就跟我說可是 你知道我家那個老公 他每天都如果是夏天的話 他可能都要吃一大盤的荔枝 然後如果是冬天的話 一次這個柳丁 都一定要吃八顆十顆 他跟我說就是這些水果 都很健康 又是原型食物 他就常年都喜歡這樣吃 找到見面 然後我就跟他說 其實真的一天你可能真的是 一到兩全就差不多了 然後我們還要看體型 然後他就跟我說真的喔 那可是我老公 他就說他要回去 規勸一下他老公 所以他就真的 就回去跟老公說 我這個不要讓你吃太多 可是剛好那天老公就說 夏天真的好熱 西瓜我也買了這麼大一個 你就還是剖一半給我 因為我真的覺得好渴 一直流汗 結果才剛吃完 大概不到三十分鐘 就送急症了 然後一抽血才發現 天啊 他那個血糖已經飆到 飆到四百多 我們正常是一百二十六 而且抽那個血全部都是 很油的這個血 他的三酸甘油脂 已經飆到六百多 發現有這個乳米血症 已經合併有 半針不水的小眾多 這還真要 他還真要感情那顆西瓜 對啊 真的 抽起來會塞住 對 那後來才發現 其實他這個長期 已經有糖尿病 有一陣子了 已經滿久 所以他一直覺得很口渴 有這個狀態 是因為糖尿病 一直會覺得想要吃多 喝多 尿多 口渴的狀況 所以提醒大家 真的 如果你有很口渴的症狀 你還是要去注意 長期去監控我們的血糖 那這時候來告訴大家一個 控制血糖的好幫手 就是這個黑豆 好 我們有做一個料理 給大家吃 那根據美國糖尿病學會發現 黑豆它其實是一個很好的 可以穩定你的血糖的食物 那因為豆類它有豐富的蛋白質 然後所以它可以抑制或減緩 這個葡萄糖的吸收 也就是說你三餐的澱粉 在吃精緻澱粉的同時 你有一些豆類 是可以穩定血糖的 而且還可以增加你的飽足感 另外它的維生素的部分 像維生素A維生素E 都比黃豆來得多 那另外黑豆它是黑色的 還有一個特殊的成分叫做 花青素也是一個很棒的消炎的 反應的一個超級食物 所以我們今天給大家的這個是 大家手上的這個是 黑豆四季豆炒菇菇 那四季豆的部分它是蔬菜 雖然它看起來是豆 最近有人說四季豆是非常好的 對 因為它有高膳食纖維 一樣穩定血糖 另外的話菇菇的部分 一樣有多糖體纖維 所以建議大家 如果你有血糖異常的 你可以來點黑豆 然後各種的這些蔬菜 都可以幫你穩定血糖 黑豆真的是一個很好的食物 像日本人就很愛吃黑豆 他的黑豆是弄得很甜 對 這就是我要講的 像我自己的小朋友 他吃的零嘴就是黑豆 那我在家裡怎麼幫他煮 就是黑豆其實你加一點點糖 不用像外面那個日本賣的那種 那麼甜 加一點點糖 他有時候出去玩帶個一小盒 有時候想要吃零嘴的時候 就是黑豆 其實真的好 蛋白質又好 又有一些微量的樣子 其實黑是食物大部分都好的 黑芝麻 黑豆 黑蒜 黑木耳 黑蒜頭 對 吃了那麼多健康食物 接下來我們看討論的是 腦袋不清楚害怕 失智症上升 那這邊有個簡單的檢測 像是要是你判斷力出現困難 或是對於活動和嗜好的興趣降低 重複相投的問題 還有故事及陳述 那你在學習使用工具設備器具上 也有困難 然後還會忘記正確的月份和年份 然後忘記就是處理複雜的財物上 會有困難 然後記住約會的時間有困難 女朋友也會生氣 然後有持續的思考和記憶方面的問題 忘記正確的 有一天我生日那天突然人家問我 生日我聊聊跟我小孩聊聊 聊到今天幾月幾號 他就他們笑出來了 今天是你生日想知道幾月幾號 因為聊天聊到一半中間 就很容易 比如說約吃飯 下次吃飯 那我們就約幾號 他說比如說六月幾號叫 今天幾號 我會突然順口這樣 對 這不是吃老闆 而且演藝工作 真的很容易會忘記月份和年份 對 心不太快了 因為一個禮拜 處理複雜的財務上有困難 這有困難 有困難 因為我們 你們自己檢視看看喔 來 你有幾樣 七 什麼意思 第七樣 不是 就是總共七樣 最嚴重就是忘記接小孩 什麼 就是小孩在警衛室 媽媽今天我半天 我說你們三個都在學校等我 真的喔 對 有的時候會忘記 然後財務是一直都會有困難 我有過一次經驗是 比方今天要繳哪個咖啡 我就把它先劃掉 因為我知道我自己要繳 然後出去以後 我就忘記 回來以後我老公說 前幾天我收到帳單 然後我還一直跟我老公說 我一定有繳 然後我還打去客服說 我明明就有繳 我的記事本 他畫了兩個槓槓 他說 小姐 那你在哪裡 我就後來思考一下 我想要去繳這件事情 但是我沒有去繳 那妳還好有想起來啊 那還好 還有救 不然妳跟盧小小 我有繳 對 這...妳還好 妳還年輕 妳那麼年輕有什麼問題 六樣 六樣 妳怎麼會中六樣 就是我覺得我記憶力很不好 我每次出門都一定要 這樣子三四次 忘記帶什麼 忘記帶什麼 對 而且因為我的阿公就是失智症 對 他非常嚴重 但是他所有的事情 從年輕的時候 就是交給我阿嬤處理 對 所以我們都沒有發現 他有失智症 他就是連身分證字號都不知道 生日不知道 地址不知道 家裡電話不知道 什麼都不知道 那這個是滿嚴重的 滿嚴重的 對 可是因為他從年輕 就沒有在記這些東西 所以我們也不會覺得 這是失智症 是這幾年才發現他失智 去照那個斷層圖 發現腦袋已經 對啊 所以我在想 失智症是會遺傳的吧 會 目前有找到一些經驗會遺傳 但不見得會 這麼早 妳不要先擔心這個 對 妳沒有一樣 沒有啊 而且其實我自己沒有 我現在其實也很注意這個問題 因為我覺得失智症 是一個很可怕的事情 因為到後期來講 妳會造成身邊的人很困擾 對 沒錯 你知道嗎 所以我現在很認真地 在看我老公 我剛剛 他不會 他也會做筆記的人 但是我覺得最近 一直在 從前一陣子跟他出國 我就有發現 像他跟我講說 那個 妳要不要多叫一樣青菜 妳想吃 那我就多叫一個沙拉 當然沙拉一來 他就 就吃完了 你知道已經好幾次這樣 我就實在忍不住 我現在都站在他面前說 你其實也要記得 我是你的老婆 你有娶我 你要記得 所以以後要分一口 給我吃 你都記得 對 我現在都很認真的 這樣告訴他 但他知道他有吃嗎 他知道 他真的知道 不會啦 小燕哥不會這樣 因為他太厲害了嘛 對 他什麼都記得清清楚楚 對 他最希望小燕哥吃吃 就財產就他的 不是 所以不行啊 所以我們現在要放手 讓他訓練 真的要訓練他記住一些事情 我發覺有時候 大腦就是退化真的會 都是身邊的人要父子 真的 真的 但是把他照顧得太好了 沒錯 他都不習慣去 用他的腦袋 沒錯 其實我被訓練變成笨 因為我一出門 身上都不准帶任何東西 都是住電腦 不會讓我拿 手機也不讓我拿 這也不讓我拿 因為我 不能不要你拿 可是九二九是變 我是因為高鐵票拿了 只是刷進去 就有人收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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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遠我不會訓練自己 真的 帶錢 帶錢 不會 其實會把這個人訓練笨 大家分享的很多 我們有一種失智症 叫 很多人都會覺得自己 記憶力不好 還會門診 醫生我失智 我說怎麼樣 他說 因為我覺得一粒八兩表裡面 我八個都有 甚至我看過一個是國中生 家長帶過來 我這也講了很多次 就是 他說他很認真念書 可是每次考試都不會寫 所以他覺得他滿符合 裡面的兩表的分數 可是很多他就是因為緊張焦慮 壓力之後造成 台灣有多少人有失智症 你知道嗎 六十五歲以上 十二個人有一個有失智症 八十歲的是五個裡面有一個 平均八十四個人 就有一個有失智症 那失智症可以預防嗎 失智症其實它是一個 我們目前講 是一個退化性的疾病 講白點就是 有人講說老患癲 可是我們就要跟老患癲 這種正常的退化 跟真的是失智 會有一個區別 比如說我們正常的退化 記憶力比較差 可是這件事情 我提醒你一下 他就想得起來說 剛剛我做了哪些事情 我可以接著下去 可是如果你是 失智症的病人 你跟他講完之後 他就覺得有嗎 沒有 沒做過 不知道 那三高的病人其實都會造成 他也是失智症的一個 高風險群 對 特別我們知道台灣 老人人口越來越多 去年已經14%多了 所以失智症 除了是老人家的病以外 還有一個老人家會常有的病 是什麼 就是血管性失智症 就是我們講 小中風之後 或者中風之後 造成了一個失智症 65歲以上 你可以看見說 那個血管性失智症 或者我講 阿滋海默再加上 血管性失智症的人口 一直往上 我分享個例子 我最近有個病人 70幾歲 曾經小中風過 我們有爸鑑定過 他屬於輕度的認知障礙 可是還沒有到真正的失智症 那家族都很確認告訴我 這三個月 就是這三個月 對 然後晚上會 不睡覺爬起來 偷吃東西 會偷抽煙 跟他講過的東西 他就打死不承認 很多東西 就覺得很怪 把他帶來門診 可是他都還走來走去的 你不覺得他好像 你不覺得他是 在中風那種感覺 他說好 那就住院看看 有沒有什麼 再有什麼問題 一住院做了 第一個核子供症 對 他中風影響到 某種程度上 就加重他那個 失智症的一個風險 其實剛剛提到過的 失智症真的不好照顧 你知道外傭 台灣外傭逃跑 是照顧哪些人最多 失智症 失智症他好手好腳 他不然會打人 等等那一些 或者晚上不睡覺 白天在那邊 走來出去睡睡睡覺 外傭都不能睡 很難照顧 很難照顧 外傭情願照顧一下中風病人 臥床 我翻身拍彈 都OK 可是你照顧失智症 真的 你要失智症病人 你不要以為他很笨 他喜歡打人的時候 他會想很多辦法打人 甚至我有一個 公司怎麼樣 他不打人 他就過來過來 跟你講個秘密 過來過來 他打到之後 都很高興地笑 我說打到了 所以他也沒有 不是沒動腦筋 他也在動腦筋 他會想辦法 他會想辦法 可是他確實就是 怪怪的 可是想的都不好的 對 所以其實我們很想說 如果你可以預防 更多的小中風 或者中風 也許以後 發生失智的風險 就會相對來說 就會比較低 所以你們前面講三高 其實跟這個也有密切 也絕對有相關 所以為什麼要控制好這個 對 好重要 這個血管性中風 我有一個案例就是這樣子 他本來是 那個他爸爸就是老先生 他就脾氣改變 然後就是亂發脾氣 也都很累 然後會忘東忘西的這樣子 甚至出去就走不回來這樣 然後後來我就忘記自己在哪裡這樣 他們就把它帶去看神經科醫師 就像陳醫師這樣子 然後後來他們做檢查 發現他那個 脖子兩邊都狹窄了 脖子兩邊這個動脈 都只剩下80 都有80幾%的狹窄 塞到了 塞到了 所以他們就準備 要去幫他做這個支架 把它撐開 結果還沒做 就在病房心肌梗塞了 然後就緊急匯診我們 我們就接手要先做心臟 結果準備要隔天要開刀 結果半夜就在那邊小中風 就是手腳沒力這樣子 就半邊左手左腳就沒力 這個狀況就很窘 因為你這種狀況 你幫他開下去 從小中風變成腦出血 其實會增加 但是後來我們就還是 跟他溝通完之後 他一直接受風險 然後就做 運氣還不錯 他就恢復得還好 然後後來心臟開完了之後 然後給他吃一些尋利鈴 跟這個阿斯坪 就保護這個血管的藥 他 後來脖子支架也沒做這樣 然後就 就突然變化 那這個我們講血管性 另外一個是這個真正的失智 就是阿茲海默 其實 回到剛剛那個主題 有很多人就是喝這一種 低脂奶粉 或低脂奶 或脫脂奶 然後想要來這個 結果反而呢 因為這個 牛奶在加工的過程中 他把這一些脂肪脫去 他有很多這個 油脂的營養素也脫掉 所以會對你這個神經的 這個維護會有傷害 那有研究指出 就是說 長期吃這種低脂飲食 低脂奶的人 他 失智阿茲海默風險是這一種 平常人的那個 30% 高出30% 對 所以其實呢 這個牛奶還是喝全脂的 會比較好 他其實脫脂跟低脂奶 其實非常難喝 所以他為了調 廠商為了調整味道 他會加一些澱粉進去 就加工品 所以你反而吃了會變胖 因為糖尿病肌會變高 對 養醫師是我看過 最有gas的意思 對啊 那是他害怕的耶 其實挑戰兩樣東西 一個燕賣 一個低脂飲食 對啊 對啊 不過其實我們會不會 本來之前就有 就是報導說 其實如果你要喝牛奶的話 其實全脂牛奶 跟低脂牛奶 對身體的影響 不會因為全脂 對身體的影響比較大 對 所以其實如果 因為全脂牛奶有油脂嘛 所以它本來口感就會比較好 是 所以其實如果你喜歡喝牛奶 但是害怕全脂牛奶 對身體傷害 其實不用太擔心 像剛剛還是這樣 可是燕賣我說實在話 我講一句公道話 其實醫生講的燕賣 就是自己煮 其實真的自己煮 你煮完之後 你的那個保水度也好 也好 你吃了之後 也比較不容易脹氣 但是很多老人為了簡單 用泡的 其實很泡的東西 他已經加了奶精了 加了糖了 加了很多 其實這些添加物 其實本來就不夠 對 說實在話 手搖液已經很糟了 還去買那種 那個機器弄好的 三合一 對 但是他為了方便 對 就會這樣子 看我們節目就知道 營養師常常講 吃食物的原型是最好 對 對不對 我最強調就是 茶的問題 你一定要烘焙過 泡出來的東西 對 你不能買 沒有看到茶葉的東西 那怎麼喝 對 是 今天營養師要來告訴大家 你只要聰明的補充 讓你大腦很開心 到底是什麼食物呢 來 來 保護大腦 黑咖啡加上黑巧克力 大家喜歡黑咖啡嗎 黑咖啡是很棒的 因為它其實裡面有個很棒的成分 叫濾原酸 濾原酸它其實是可以有效的抗濕質 然後另外還有一個成分叫做咖啡因 也可以就是增強我們短期的記憶力 那建議大家其實咖啡因一天攝取量 大概是300毫克以內 你也不需要是太多 一天大概兩三杯的這個黑咖啡就可以 那研究就發現你補充這個黑咖啡 可以就是延緩你的濕質大概降低37% 而且還可以減輕你的焦慮的狀況 那另外的話黑巧克力 它也是黑色的食物 它有一個成分叫可可黃碗醇 一樣可以幫助我們腦血管的一個循環 也可以增加血流量 也可以延緩你的這個濕質的一些狀況 所以是非常好 那建議大家就是如果你不喜歡純黑的巧克力 你可以選擇就是70%的這個黑巧克力 也是可以的喔 我提供給大家 70%等於還30%有糖的 對 還是有一些它一點點的糖 沒那麼苦啦 對 我們去南投看它做巧克力的 純圓形的那個黑的很苦啊 可是那個是比較好對不對 對 沒錯的 那其實還是提醒大家 真的吃巧克力一片就好了啦 你也不要說整片 因為我要兩點很高 多人都會以為黑巧克力熱量比較低 但是其實沒有油 對 因為它的油脂比較多 跟一般的含糖小顆粒 含糖小顆粒是糖比較多 黑巧克力是油比較多 但是是好的油 但是還是有熱量 所以不能因為說黑巧克力比較好 就拚命吃 量大概就像趙營養師手上這樣 量一片就好了 也不要整個都削掉 很小喔 沒有 這樣很多了 不是 你也不會吃多 因為它不甜的 對 因為它不甜 你吃不了 那今天在加碼告訴大家一個 國外最新的一個成分 也叫超級食物 叫做巴西核果 這個可能大家比較沒有聽過 而且它還滿大的 這麼大的一個核果 它在國外的研究發現 它竟然有一個成分叫 叫做C 它是算是微量的一個礦物元素 它的抗氧化力非常的高 那一般來講 我們牡蠣 蚵仔裡面 你一顆小 一百公克裡面 大概只有一百 一百微克以內 可是這樣子的話 一點點它就有兩百微克了 所以真的很多 那這個C 可以就是預防我們這個 血管硬化 可以幫你抗氧化 心血管 那大家有興趣的話 可以來吃看看 來 我來分給大家 一定要吃一下 而且告訴大家 這超貴 這超貴 那一定要吃 一定要多一點點 一定要吃 我們一定要吃兩顆 對啊 這個很好吃 這一天可以哪裡吃 一天建議大概兩顆 你就可以達到這個抗氧化 幫助你避免失智 請服用 所以兩顆就夠了 兩顆大家不要多拿 因為真的 我真的沒看過 我沒有看過 在那個Costco大賣場 大賣場有 這個絕對是補那個 長得就像狗丸 你看 那是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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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個是C 一個石 在一個中南西北的C 是C 剛剛怎麼都往那邊響 不是周洋 好香喔 好好吃喔 好好吃喔 廚話說 種什麼因得什麼 想要保持身體健康啊 無奈 就是要食物原型啊 絕對不理要運動 歸類飲食 才會影響你的健康 有三高更要定期檢查 一定要定期檢查 不然麻煩來找他們 謝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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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